交友 購物 追星 臉書都能搞定 詐騙集團也因此大舉入侵 國內一半以上的詐騙案 全都來自臉書 而且花招還越來越多 近期疑似有詐騙集團 在臉書上以名人的名義 成立粉絲專頁 包括劉德華和郭台銘的都有 而且仔細看他們的名稱 非常的像 只要是按讚的網友 都可能成為未來的詐騙目標 這樣的粉專 卻動輒上萬人按讚 分享假新聞 兼體字的罐頭留言 還寄出好康 吸引民眾按讚搶投箱 但公開資訊卻在不知不覺中 被搜集進了詐騙集團的資料庫 等過陣子淡忘了 就成了代載羔羊 民眾如果說他在臉書上面 時常會透露他一些公開的訊息 詐騙集團也可以點過去看 等到時機成熟之後呢 他就會成為詐騙集團 所定的目標 假粉專充斥 不公開社團也很危險 由於加入需要版主的審核 成了團購詐騙的罪愛 警方也因為隱私限制 根本抓不勝抓 民眾受騙報案後 警方才能夠建議臉書下架 我們一直不定期的都有跟臉書 在做一個聯繫 那我們主要是收集了被害人 他們報案的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民眾自己的 這個核報要看警 臉書要擴張客群 與警方打擊詐騙 背道而馳 想杜絕社群網站的騙局 還是得靠民眾把眼睛睜大 記者姚立強陳宇璇 台北報導